迪英标类见孙安佐,探监过程全都录。 迪英夫妇终于见到孙安佐,佐!图翻射脸书,2018403。 迪英和孙鹏千里迢迢急奔美国之后,终于在台北时间二日晚间,进到宾州监狱探望18岁独子孙安佐,两人一看到穿着球衣的儿子,迪英暴哭不说,连孙鹏都在一旁落下男儿类。 迪英夫妇一到美国,马上就听从国际刑事件时专家李昌的建议,务必找经验老道,像是曾担任过检察官的律师,不然处理上会比较麻烦。 立刻撤款原本的律师,改委托新律师劳伯凯勒,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这位新律师除了专精青少年犯罪之外,还是宾州哲拉瓦郡前检察官,他将有机会和地方检察官见面,看州政府对案件的臆想,在拟定本案应对方式。 而迪英和孙鹏也是在老伯凯勒律师的陪同下去探监,据悉整个过程相当温馨,老伯凯勒律师也表示将尽量安排孙鹏夫妇再度探视,可以多看看儿子。 至于孙鹏夫妇的状况良好,也受到妥善照顾,将于11日举行听审会。 劳伯凯勒律师还称赞孙鹏夫妇是一个好青年,热爱美国,认为他一个月前还是个孩子,才刚满18岁,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